今天这个电影是跟现实挂钩的一部关于网络直播的电影 这个电影讲述了直播团队让大家看驱魔的过程 这个电影的设定里啊 如果想去除掉这个人身上的恶魔 就必须要叫出那个恶魔的名字 然后喊出对应的咒语 你看这个坐在椅子上不断挣扎的男人 正被一个恶魔附身 神父很快地找到了恶魔的名字 然后念了出来 随着男人不停地挣扎 终于恶魔被取除了 驱魔直播结束 本来这些人应该提心吊胆 可是他们却突然笑了起来 原来这只是一个骗人的恶魔团队 虽然他们的粉丝量不高 但是每次观看他们的人 总能买他们直播带货的产品 这样的几个人收益那也是刚刚的 这里呢分别介绍了一下几个主角 这个神父啊不是什么豪鸟 不仅撩妹 而且呢还是个渣男 人品也不咋定 这天又该不能这些老观众了 结果没想到啊 这个表演受害者的演员还没到 镜头一转 这个不男不女的演员 正走在路中央 打算急速地赶往直播现场 可是没想到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 根本不知道是人是鬼的人 他在那块站着 嘴里还不断发出震震低音 这个人害怕极了 转身就跑 可是没想到 跑到一个夹角 还是被袭击了 这边他们一看根本没人能够找到演员 演员自己也找不到 没办法 这其中的一个哥们儿啊 只好让他的女朋友来代替 女友一开始不乐意 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 女友戴上耳机 坐在座位上 假装是被恶魔附体了 神父按照以往的惯例问他 恶魔 你叫什么名字 与此同时 特效师道具师 纷纷把这个烟雾啊 音效啊都给他安排上了 效果呢也是非常的nice 就在这个神父念完这句咒语之后 这个女人啊 却发出了根本就不是他们准备的这个声音 而且呢非常吓人 大家都懵了 突然录音师不知道为什么倒在地上了 导演一看 他这个样子赶紧让他清醒一下 后面的直播不能出岔子 可是没想到录音师进到洗手间之后呢 刚冲了一把脸 就发现这根本就不是水而是血 而镜子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魔鬼 接着魔鬼双手穿过镜子 咔嚓一声 录音师倒在地上 生死不明 而这一边的录音现场呢 也不咋定 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且气氛也慢慢的变得更加诡异 这个时候轮到的步骤 是神父应该把一个小瓶子 也就是圣水倒在这个女人的身上 驱出魔鬼 可是以往这个道具效果杠杠的 今天就是出现了故障 不知道为什么从女人身上 冒出了一阵一阵的红烟 神父傻了 赶紧看向道具师和导演 可是两个人都一脸无辜的摊开双手 不是我 不是我 那个女人呲牙咧嘴的抬起了头 神父念出了真正的咒语 恶魔来了 恶魔瞅了一眼特效师 紧接着呢 用自己的眼睛点燃了特效师手上的火焰皱纹 仅仅一秒钟的时间 那个特效师就变成了一团火 旁边的那个辣妹看到这个情况 赶紧拿出灭火器往她的身上喷去 可是没想到喷出来的根本就不是灭火器材料 而是汽油 这样反倒加速特效师的燃烧 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灰烬 而这些镜头也全部被正在看直播的观众看到了 大家一个个捂着嘴 非常的惊讶 现在的直播做的效果这么逼真了吗 导演这个时候也傻了 他拿出自己的iPhone赶紧想报警 没想到呢 iPhone过了一秒钟直接就黑屏了 神父一看这什么求救措施也没用了 赶紧就跑到镜头前大声嘶吼着 希望观众可以救自己一命 可是观众都以为这只是一个直播效果 都觉得很逼真 但这里没有人真的想到原来真的出事了 这个时候恶魔说话了 你们妄想关掉直播 如果你们现在结束直播 让别人看到这个画面 那么我就附身在这个女孩子身上 把她给杀了 如果你们有人想逃跑呀 那也行 看到刚才那个被烧成灰烬的胖子了吗 那就是你们的下场 这边啊 恶魔跟观众开始互动 你们想看神父干啥 说吧 他会满足你们一切的愿望 神父这个时候看下了时间 还有整整49分钟才结束直播 没办法 只能先拖住恶魔 而另一边的导演也赶紧开始找相关的咒语 因为他知道如果能够成功的找出咒语 那应该一定有一个可以成功驱逐的咒语 神父因为这些弹幕做了很多荒谬的事情 包括吃着脚踩在玻璃渣上 用手去触摸急速飞转的电扇 甚至当一个裸体的小男孩 所有的观众一个个的眼神也非常的惊讶 这也太刺激了 还想看更刺激的 可没想到这个时候 被附身的女孩突然开始不停的抽搐 那种感觉就好像被溺水了一样 众人赶紧过去 感觉她的喉咙中好像堵着什么东西 于是男友就伸出手去拿喉咙的东西 结果呢意外的在里面看到了一条 他们用来直播带货的毛巾 原来呢这个毛巾是个地摊货 他们之前当做噱头来卖 也是卖出了很高的天价 看来恶魔是想让他们忏悔 而紧接着恶魔又从嘴里吐出了一个金币 这枚金币好巧不巧的落在了导演的身边 而导演明白了该自己忏悔了 于是他跟朋友们讲述了自己 其实一直在偷偷拿钱 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 因为他们的刺激 直播间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多了 恶魔又玩新游戏 你们不是很爱自己的观众吗 行呀 你们就站在这个凳子上 然后把自己的头套给绳子 如果在时间内 你们呢能够收到百分之百的点赞率 那么我就可以放了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体 可是如果没有达到那么多赞 你们就被吊死吧 三分钟时间过去了 马上就要到百分之百点赞率的时候 可没想到呢 恶魔根本不给个外的机会了 他立刻就选择杀了那个神父 就在此时此刻 女孩跟恶魔抢夺起了身体的控制权 这才救下来了神父 这个恶魔一看 折磨他们已经得不到什么乐趣了 于是就使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 那就是让大家看到 原来神父和导演的女友有一腿 这个时候呀 导演神父彻底起演了 两人撕打的时候 两个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们想起了这个恶魔是谁了 因为他会控制火焰 而且呢 还非常喜欢让朋友们反目成仇 他就是阿呆 于是导演立刻就找到了这个驱除他的咒语 然后把这个咒语放在了公屏上 神父这边看到咒语立刻念了出来 这样就驱除了恶魔 众人都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 于是松了一口气 在这里收拾这场恶梦一样的残局 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被烧死的特效师 却突然缓缓地移动了 从身体里又钻出了一只恶魔 就在众人想找到咒语的时候 恶魔却说不用费力气了 因为我呀 是所有恶魔的神 没错 他就是撒旦 这个时候 撒旦缓缓地看上了直播间的人数 这个时候直播间已经来到了四百万人 撒旦看着直播间的人 每一个人都硬生生的看着撒旦那双充满地狱之火的眼睛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撒旦咬断了电线 将所有的人全部附体了 这些本是看热闹的网络键盘侠们 就这样拿起武器走向了身边的人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虽然是一个很小众的电影 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尤其是撒旦最后的出现真的是帅翻全场 好了 这一期就这样 再见 么么哒